海事官员说,星期日,自从10月份以来 在新西兰海岸外割浅的在希腊注册的货船 瑞纳号解体,货柜箱和船械散落开来 大众担心发生新的原油泄漏 即使在风暴大浪将船的尾部冲击解体之前 这次触招事故已经被形容为 是新西兰最严重的海洋环保灾难 目前已经从船上排出了1000多吨的原油 但船上仍然剩下大量原油